虽然网上有很多冰淇淋的网红做法 但是你一定要试一次这种正宗的冰淇淋做法 口感细腻没有冰茬 我会将制作要点和所有的细节一次介绍到 一次学会所有口味 淡奶油可以让冰淇淋的口感吃起来轻盈 补充奶香味 但是也要选脂肪含量低 避免过腻 淡黄同样在冰淇淋中必不可少 包括很多慕斯配方 有了淡黄口感会更加细腻 柠檬汁可以抑制蛋黄的腥味 另外必不可少的就是各种口味的添加啦 首先将蛋清和蛋黄分离 只保留蛋黄的部分 将蛋黄与白砂糖混合 挤入柠檬汁 先搅拌一下 然后搅打到这种发白蓬松的状态 翻遍冰淇淋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锅中加入牛奶 再加入蛋黄糊 开小火不停搅拌 香草口味在此时加入香草精 抹茶口味在牛奶中加入抹茶 先拌匀 巧克力口味在牛奶中加入巧克力 最后与蛋黄糊混合 搅拌成这样浓稠的状态 放到碗中放凉备用 这里要注意的是 巧克力口味的要增加一盖的黑朗姆酒 来提升口味 冰淇淋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淡奶油 淡奶油在搅拌中可以拌入空气 口感就会更加的轻盈 不会有冰茶 搅到七分发 这样拌流动的状态就可以了 放入冰桶中 第一种加入香草口味的淡黄糊 我选择了一个冰淇淋机 启动以后呢 大约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直接得到冰淇淋 成品是这种可以直接用来瓦球的状态 非常的细腻 没有冰淇淋的小伙伴也不要愁 我们把它放入保鲜盒中 盖上盖子放到冰箱冷冻 最重要的一个点呢 就是每两个小时就要拿出来把它搅拌一次 一直反复搅拌三次 这也是无冰茶的一个重要的点 很关键不要省略哦 我们来看一下做好的冰淇淋 一次三种口味 喜欢水果味冰淇淋的小伙伴 如果水果的水量很大 一定要先加热成果酱 然后再与牛奶混合就可以了 做好的冰淇淋呢 非常的细腻 夏天一次做上几大盒子 就够家人一下天吃了 自己做的没有任何添加剂 非常的健康 而且呢口感是特别香浓的 可以和哈根达斯媲美哦 一口一口 真的是好吃的停不下来 感兴趣的小伙伴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宁 每日分享家常食谱 明天见啦 我去做这种东西 我去做了 你去做的 我去做的